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脸上的划痕有四厘米 或者这个戳伤有两平方厘米 这个都叫轻微伤 那如果把人打成轻伤 那就不是拘留的问题 就会涉及犯罪了 我国刑法有一个故意伤害罪 那故意伤害罪 致人轻伤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贯职 什么叫轻伤呢 那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比如我们刚才说 脸上的疤痕达到了四平方厘米 那这个就叫轻伤 或者把人牙子给打掉了一颗 或者打折了两颗 断了两颗 或者掉了一颗 这些都叫做轻伤 所以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放纵自己的情绪 很多时候冲动是魔鬼 我记得曾经我在一个地方上课 后来听说有两个女孩子发生争执 女孩子居然都发生争执 有个女孩子拿着水杯的水 朝对方脸上泼过去 这个水是凉水 本来也没什么事 但她那个杯子又是烈之货 结果在泼水的时候 那个杯子的杯口的玻璃就飞了出去 结果就把那个女孩给毁容了 那这是毁容 那这个毁容我们刚才说过 只要疤痕达到了四平方厘米 这个就叫轻伤 那如果特别严重的话 就可能还会是重伤 那什么叫重伤呢 导致肢体残疾 毁容 上试听觉和视觉 所以如果经鉴定为 你的伤痕实在是太大了 你让对方毁容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脸上 有个八平方厘米的伤疤 这不就毁容了吗 那就有可能属于重伤 那重伤刑罚就重了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几度行 如果特别恶劣的话 制人死亡 或者采取特别恶劣的方法 制人重伤的话 直接拿硫酸往别人脸上破 那就可以处 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当然 这里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 对于伤医案件 这种伤医的人 我们医疗机构 可不可以拒绝对他进行医治呢 这非常非常值得研究 那首先各位一定要注意 医生为病人提供服务 是一种义务 还是一种服务 换言之 你到医院去看病 这是国家对你的义务 还只是医院对你的服务 甚至是一种恩惠 如果我们认为 这并非医生对你的义务 那当然对于伤医者 医院是可以拒绝 对你进行治疗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医院伤医的话 我觉得医院是可以把这个病人 放入黑名单 对于这个人今后在本院治疗 这个是可以进行禁止的 这个是可以进行限制的 这没有什么 救死扶伤不是一个法律义务 救死扶伤只是一个道德义务 当然了 你说如果曾经伤过医 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拒绝 那可能有点太常人 而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在这个医院伤医 那这个医院是可以把你放入黑名单的 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 你到这个医院就医 该医院是可以禁止的 当然可以 你到其他医院去就医 这个还是可以被允许的 同时还可以进行经济上的制裁 如果有伤医的记录的话 那么你的医疗费用也是应该上调的 这是一个辅助的惩罚措施 再次提醒各位 救死扶伤只是医生的道德义务 而不是对医生的一种强谱 当然我注意到 在疫情期间 甚至也有一些人暴力商议 有些人把医生的防护服给扯掉 有些人向医生吐口水 那这种案件 当然性质极其的恶劣 如果在疫情期间 把防护服扯掉 向医生吐口水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故意伤害行为 因为让人感染新冠肺炎 很有可能治人重伤 治人死亡 这应该直接以故意伤害罪 来定罪良心 当然我个人的一个建议是 疫情期间 从事医疗的医护人员 可以按照刑法中的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对待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立法建议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代行 国家的行政政权 因为是行政机关调动医疗资源 去对抗疫病 那如果可以把医生 比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话 那就有可能涉及刑法中的一个犯罪 叫妨碍公务罪 因为妨碍公务罪 只要对公职人员的公务 进行暴力和威胁的话 就可以构成犯罪 并不需要实际打人 只要有威胁行为 让人感到了恐惧 就可以直接构成妨碍公务罪 而且妨碍公务罪也明确指出 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外 那如果在执行这种救治的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也可以按照妨碍公务罪来对待 那我想在抗击疫病的过程中 医疗工作人员完全可以按照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对待 那也就是说只要有暴力威胁对待医生的话 都可以按照妨碍公务罪来对待 当然这只是一个立法建议 这个建议在法律没有采纳之前 当然是不能够实施的 因为毕竟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犯 为什么暴力商医的事件那么的常见 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们很多民众没有对规则的尊重 人们总是认为规则是约束弱者的 至于我如此的优秀 如此的强大 我可以跳出规则以外 但是法治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 就是规则的遵守 规则到普遍追守 那您愿意做一个遵守规则的人吗 如果不愿意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遵守规则呢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词 词 词